大家好我是天昊老师 今天要跟大家讲解的是生物与环境之水循环 那水要怎么循环呢 其实我们知道水在自然界中有固体液体跟气体有三种 我们来看看生活中我们在哪边曾经遇到了水的固体液体跟气体好了 首先呢大家可能有在把这个我们的一般的矿泉水拿去冷冻库结冰嘛 对不对因为夏天可能比较热 所以我们这时候一结冰之后我们发现拿出来这一堆水啊 它就变成一罐硬邦邦的东西了 它这时候就凝固成了冰块 OK那接下来呢你拿到原本的这边矿泉水呢 它其实就是液体或者你在拖地啊 或者你在拿这个插桌子的时候 你不是会洗这个拖把洗这个抹布吗 这时候你就用的就是液体的水 好接下来呢什么时候你会看到气体的水呢 可能大家有没有在这个烧过这个烧开水的时候 其实烧开水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这个当水沸腾的时候 在这个出口的地方有没有 它会有一小段它是透明色的 那一段就是水蒸气哦 而之后大家看到的那一些就是白白的这些烟雾啊 这个都是已经凝固的小水滴哦 然后我们指的这个水蒸气的气体部分 是指说它那一段透明的哦 记得我们水蒸气透明无色的 所以其实你现在是不是看不到东西对吧 好 那接下来呢固体怎么变成液体啊 奇怪我们说冰块我们是不是会融化成水对吧 所以我们说冰块会融化成水 固体会融化就变成液体 那液体呢我们说水要怎么变成冰块 我们是不是就是拿去冰箱结冻 结冻我们就说这个水它凝固了 OK吗 好那接下来呢水呢要怎么变成气体 我们说是不是叫做蒸发 所以这时候它就从水的液体变成水的气体 好那接下来气体变成液体 这个比较难一点点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我们叫凝结 OK吗 凝结不要把它跟凝固搞混了 它叫做凝结 好我们自然界的水呢 一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做循环的哦 所以我们来看看好了 假设呢 这个是你在一般看到的一个山坡地 旁边有山然后上面有树对吧 然后可能这个山上有一些雪 它融化了夏天融化 于是变成了这个水 于是就变成湖泊 湖泊接下流到了海洋对吧 从中间有河 然后就流到海洋 所以我们说水啊 它有可能会先从上面这些冰块啊 对不对 是不是融化了 然后于是就流下来 所以我们先说它融化了 好那接下来这些水呢 受到太阳的造势啊 或者是在这个大自然环境中 它会蒸发 那蒸发你看像海水会蒸发 湖水会蒸发 河水会蒸发对不对 植物呢在行光合作用的时候 它也会增散一些水分 那我们的土壤呢 它有些湿气也会这样子就蒸发上来了 那接下来呢 可能还有一些动物 像是人啊 我们是不是呼吸的时候 其实也会呼出一些水蒸气出来 对不对 你有没有发现 你在你对着你的这个眼镜 你就哈一下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眼镜上面 就有一些小水滴在上面 所以你吐出来的其实也是有水 或者接下来呢 你可能在运动 运动就可能会流汗啊 对不对 所以你这时候就会蒸散出一些水分出来了 OK吗 或者说你现在可能尿尿或大便之类的 这时候也会有水分 就是被排到我们的自然界中哦 好那接下来呢 这些蒸上去的水 变成什么样子的呢 这些蒸上去的水啊 到高空 最后就凝结了哦 它凝结我们是不是气体的水凝结成了 小水滴液体 那接下来就下雨了啊 对不对 然后于是又回归到了 我们的大海或者湖泊山上等等 那如果天气比较冷一点点 它就是下雪哦 好所以大家有清楚 我们自然界的这个水 它是怎么样在大自然界中循环的吗 所以呢 水就在这样不断的循环过程中 被我们大自然这样不断的利用着哦 所以呢 下次你再喝的这杯水啊 可能它曾经也环游过世界哦 我们接下来就到此结束咯 我们下次再见咯